解法就是用函數 第二種解法就按按鈕 第三種解法就是直接在這邊插入函數裡面 會增加一個叫增減體重的函數 按確定之後 它會跟我們要一個就可以了 一個條件什麼條件呢 百分比 指的就是你的增減體重百分比多少 那因為我傳給他嘛 他會幫我判斷兩個 一個是有沒有過胖 有沒有過瘦 如果都沒有的話 那就是標準 反之如果過胖過瘦就是不標準 所以像他填滿一樣 兩個這邊這個 一二三三個這個部分 那我們先回頭來看 第一種內建的這種函數的用法 那首先的話呢 我剛剛講過邏輯部分就是 如果是過胖 就是5%以上對不對 就是過胖 這是不標準 負百分之五% 負喔 負百分之五% 以下 這上面跟下面都不標準 所以喔 會有兩種可能性 也就是說呢 其中一個成立的話 那就是不標準 這個要什麼呢 用什麼 用或 偶爾有沒有 這個或這個 那輸出的話呢 是判斷不標準 其他的話就是標準 應該知道這邏輯吧 這邏輯可能要稍微轉一下彎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做法上就這樣 第一個 插入一個函數 插入什麼的 插入那個邏輯用什麼if 按確定 然後兩個條件用或 所以第二次的話 使用函數從前面這個小箭頭點下去 找到其他函數裡面一樣邏輯的或 按確定 第一個條件是 真簡體這個百分比有沒有 如果大於 百分之五 的話 過胖 第二個條件 這個條件一樣 百分比 小於負百分之五的話 過瘦 對不對 按確定 其中一個條件 那或是只要其中一個條件為 處的話 那就是處了 OK 所以按確定 那因為公司還沒完成嘛 我們剛剛做過按確定之後 再切回到一幅 再點一下 他就把偶爾帶過來了 當然或者你如果 習慣自己打也可以啦 打一個偶爾刮虎 第一個條件跟第二個條件 也OK 為處的話 那就是不標準 所以上面兩個只要一個條件成立的話 表示過胖或過瘦 那通通都是不標準 反之的話呢 沒有過胖或過瘦的問題 那就是標準 OK 類似像這樣 那我們的公式就完工了 OK 按確定 再把它向下填滿 各位可以看到嗎 這個是胖太多了 多 那他的標準體重是在這裡 那這一個人的 他的體重 增減體重 增減 增加 標準體重 這個 這個值是不是有問題 體重 標準體重 是57 這個是過 過輕的 所以是增減 增加減少 標準體重 那應該要 這個當然 邏輯剛好顛倒過來 如果是負的是過胖 所以他這邊是剛好 這個邏輯 放的有點 不過主要我們是以這個來判斷 主要這個判斷 OK那判斷完之後的話 就可以知道說不標準跟標準的 那標準部分你會發現他在 正負5%之內 就是標準 OK 那再來就是把這個邏輯轉換為VBA邏輯的話 我們按一下計算 這邊要出來 那這個部分要怎麼做呢 其實 只要把剛剛的程式稍微在 也是一樣 回圈 4到 13 判斷的是 追覽 判斷兩次 一次是 大於 5% 特別是 5% 在我們這邊寫可以 在以色列裡面可以 但是在VBA裡面不能這樣表示 要寫成什麼 0.05 OK 那先判斷正的 再判斷負的 那中間加個偶 加個貨 對不對 輸出到哪裡呢 輸出到L欄 所以 J欄 L欄 OK 那怎麼寫 前面也講的差不多了 所以我們來快速的跟 各位看 一起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 增加一個 sup好了 這個sup 我名稱 就直接用 這個欄位的名稱好了 叫增測體重百分比 加進來 第一個 插入一個程序 第二個範圍 回圈範圍就是 4列 到第13列 這邊應該沒問題 那判斷的話呢 是追覽 有沒有 這個地方不要用 5% 用0.05 或者是 負的 0.05 正負嘛 然後如果其中一個條件 True的話輸出到哪裡 L欄 不標準 反之就是標準 所以這個部分前面做蠻多的 大概快速講一下 那可能會有問題的就是 O了 把M的改成O了 就OK了 那再來就是說 我要增加一個 所謂的 制定函數 大概這個地方也差不了 這跟前面的類似 我只要跟他要一個 百分比 所以名稱我叫增減體重 增加一個參數叫百分比 那我的判斷方法其實也是可以從上面 類似的 就是 他給我百分比 如果這個百分比 是大於0.05 或者是小於 負的0.05 那就回傳回來給我什麼 不標準 反之就標準 所以這個部分 大概 相同 所以有三種做法 第一個就是 我們用函數的方式來做 這個公式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我們 做一個按鈕 這個按鈕按下去的話 就是去執行回圈 也是差不多跟前面類似 好 第三個是 制定函數 那這個部分三種解法 請各位再練習看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